在全球观赏市场,活体一年约4550亿元台币,周边器材则高达8450亿元台币,市场总规模更是破照台币。 国际观赏鱼的流行趋势,已由传统大型鱼缸饲养,转为小型鱼缸饲养。 小型鱼缸饲养模式已成为全球观赏水族流行的主流。 而物联网的技术,现在不止日常家庭生活用品,如戒指、水族箱、飞镖机、电锅等等都能联网。 另外,物联网还能应用在环保、学术单位、甚至养殖鱼业或观赏鱼、水族产业。 由行政院农业委员会鱼业署补助,国立台湾海洋大学与国立台湾大学共同研发的智能化水族鱼缸与周边设备。 是整合水族套缸和物联网技术的新产品。 除了功能强大的过滤系统和冷水机,并有无线网络模组, 能透过物联网用手机摄影、监控水温和透过云端软体投尔。 它的管路和电路都已内建,不仅不必烦恼如何接线接管。 而且过滤功能强大,能快速使水清澈。 它可以自动控制水温,在夏天更可以显现强大的冷水功能, 可以养殖海水软体和山谷,也可以养水金虾和水草。 它还有独特的一体化造型。 分离式的设计让使用者自己选择放在水族缸的正面或侧面。 它有三种尺寸。 最小的水族缸只有0.7尺,是目前最小的可控温水族套缸。 适合放在桌面上观赏,更能以二尺缸或更大的水族缸几分之一的成本。 让你可以一年四季在桌面上欣赏水族生物。 运用物联网、智慧养鱼、远端监控的整套系统发展。 由水族桌边制造业朝向节能、物联网的高科技研发引进。 是台湾永保为观赏鱼虾出口的王国,提升台湾水族业国际竞争力。